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一种可能是他性增 另一种可能是名字里面包含一个真字 至于是哪个真字暂时还无法确定 路程的问题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步行 另一种可能就是乘坐出租车 我考虑先从步行距离确定一个范围 再扩大到出租车的距离 梁振刚同志 你看还有什么 贾书记 我建议排查真字的范围不要扩大 他给金海送枪的时候 每次间隔的时间为15到20分钟 这么算下来 一个单程也就十来分钟 其中他要进到屋里去拿包 还要把包送上宾馆的二楼 而且每次都换了一件衣服 把这些时间都算起来 我分析他真正花在路上的时间 最多五分钟 这么短的路程是没有必要做出租车的 他应该就住在离宾馆非常近的地方 有道理 周支队长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 据江孝的外甥金海交代 江孝和真子生过一个小孩 今年七月份 江孝曾经拖金海 往这边送过婴儿奶粉 还在吃婴儿奶粉的孩子 我估计也就是在一岁左右 这个情况 对于我们排查真子的时候 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好 这两个情况非常重要 请大家注意 我再说一遍 江孝这个人是特别的激情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春山 就很难说了 水路 陆路 各道关卡 都要严加防守 绝不能让他从我们的手中 再次脱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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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及,来得及,别着急,我吃了鸡 那不会比较难 日安检查 请大家注意了 我们是水上派出所的执行民警 奉上级的命令 要对所有乘客的身份进行检查 希望各位配合 所有男性公民请出示身份证 你呢 先把身份证拿出来 你的身份证 我忘带了 忘了 把你的包打开看看 干嘛 开包检查 打开 打开 我可以出去吧 可以 检查完的都可以到加班上去 对不起 是你的身份证 好 是你的 你干什么 我怕那东西惹祸 那是我的胆 我的魂 你怎么把它扔了 我总算少了一份担心 完了 这就是西山宾馆 对 显得很简单 其实这儿以前只是林业局的一家招待所 条件不怎么样 生意还算不错 薄利多销嘛 指挥部在几楼 这上面一层五楼全包下来了 我们走吧 好 跟我来 好 你刚才查过这个吗 这边刚才谁查的 这边没有 查过的咱们就放在那边 喂 你好 哪位 赵局啊 你好 周兄啊 辛苦了 你等等 李书记要同你说话 喂 近战情况如何 报告书记 我已经赶到了春山县了 对 这边的行动相当迅速 排查真子的工作 已经全面展开了 对 进度相当不错 问题是工作量太大 速度再快还是显得慢 周兄啊 你是直接和这伙歹徒 打过交道的人 江校极其狡猾 他的犯罪方案 是从规避侦查的角度来设计的 所以他的逃跑路线 也必然会从躲开追捕的角度来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思维也得打破常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您的意思是说 我们越是认定了他的春山 就越要做好 他已经逃离春山的准备 你觉得是这个道理吗 这就跟打移动靶一样 得有点提前量才行啊 要不然我们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永远都比他晚半步 那怎么行啊 明白了 我一定把您的意思 向梁局长和贾志德书记报告 好 另外还有一点你要注意 前周的公安同行们 有着很丰富的破案经验 在这一点上 你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明白吗 我知道 放心吧 这几天 我已经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了 一有进展 我会马上向您汇报的 好 再见 曹所长来了 怎么样 查出什么结果没有 正在弄吗 这个女人就是我们要排查的对象吗 是啊 你认识她 不认识 不过我好像见过她 对 应该就是她 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不久 一个小时以前吧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负责那个卡子上 国品公司的门口 对了 她和一个男人 还抱着一个孩子 男的 你说有一个男的 还抱着一个小孩 没错 就像一家人一样 所长 帮忙看一下这盒带子 是他 这就是那个男的 你没看错 一点都没错 他还抱着孩子呢 这人是谁呀 江啸 什么 江啸 他就是江啸 曹所长 他们往什么地方去了 好像是去小孩的外婆家了 对 我还同他说过话 那女的说 他们是从孩子去外婆家 然后 他们就往伦都那边去了 过江了 对呀 我亲眼看见他们往那边走的 哎呀 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 他是江啸 真是 通过户籍侦查 真子的情况 已经完全明朗了 她的名字叫刘秀梅 是春山县国品公司的职工 去年六月与江啸结婚 江啸在婚姻登记的时候 使用的是本地的身份证 名叫孟海阳 春山县公安局 在排查这个线索的过程中 效率非常高 值得表扬 是啊 应该表扬 但是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 江啸已经逃离了春山县 这个对手 的确非同一般 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现在请同志们分析一下 江啸有可能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一 再就是 我们下一步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了 请大家抓紧发表意见 我说两句 江啸的去向问题 我认为 一是长林 二是钱州 去长林 毕竟要经过无数的关卡 所以 他杀回钱州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这家伙 经常以逆向思维 来判断局势 他知道我们是从钱州查过来的 所以 就认为我们不会再注意钱州 我的意见是 我们现在就立即返回钱州 缉拿江啸 甚至可以通过电视报纸 公开发出统计令 对 我们给他造一个假象 然后我们悄悄返回钱州 打他的措手不及 关键问题是江啸在钱州的落脚点 这个问题不查时 我们又有可能一无战期 贾书记 我有个建议 请讲 江啸从广州回钱州之前 不是给钱州方面打过一次传呼吗 我们虽然在钱州没有查出这条线索 现在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办法再试一试 对呀 从春山给他打传呼 他很可能会产生错觉 还以为是江啸给他打的 可以呀 江啸刚刚离开春山县 很可能还在路上 我认为 这个办法的成功概率 至少有百分之五十 所长 你看见没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办 抓住 别乱了 他回来了 只有刘秀梅一个人抱着孩子 知道了 太好了 他刚刚返回家 这说明江啸还没有走得太远 先别惊动他 但是要秘密的监控 把全部侦察力量都给我派下去 明白 从钱州来的同志 原车原人迅速返回 有蒋伟阳同志带队 马上出发 我和周雄同志稍稍留一下 把有关的事项安排之后 很快我们也会赶回钱州 马上行动 是 是 喂,小姐,注意安全,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等一下再看也不迟啊 对不起啊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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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la 45 aproximadamente 水 代的 放了 准备 暖 感谢观看